搞和了美國的關係 搞和了和台灣的關係 現在搞和了香港的問題 那個時候 它那個流任的問題 就缺乏一些有力的根據了 特別是在這個洪災 水災的面前 它一直都無所作為 直到這次不得合議結束了 它才第一次去災區 這個東西人家就可以拿出來說 這個1998年華中水災的時候 江澤民親自到第一線去做指揮 起碼 胡錦濤也如是 你連這個政治上的姿態都不做的時候 你很難向元老交代 所以可能他北戴河會議 受到一定的壓力之後 他開完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災區視察 他在災區那段說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都挺有可圈可點的 他就說重新提到那個人與自然 要和系相處 跟這個山下大壩的修建理念是相反的 當時山下怎麼會修建? 你覺得現在山下出現了這麼大的洪災 誰需要負責任呢?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觀察? Sylvia rubber 建議 其實我們對香港美國還已合負的 他們會有很多洪災 另外你也要承解 所以 由五十年代爭論到八十年代 這個起碼已經爭論了三十年 三十幾年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爭論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反映了人對大自然的觀察 和對大自然的認識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就是有些人認為建三合沒有問題 有些人認為建三合會為禍後勢的 譬如說當時來說 很多反對三合的人都已經提出了 按照中國那個雨水分布的情況 即使你建三合 都不一定能夠保證 這個中下游是不會有水災 當時來說 一個最大的三合建三合的理由 就是說可以防止中下游的水災 但是很多人都已經提出 我們講一下針對ifN gods ш忽悠在這幾年 像中洲的水災說我 attack��就 been taken 對一下 Isa 神哪怕推動 或者看到它 有明日不齌悠обы都會被捐 但是中國的地域這麼廣大 經常中下游 上游沒有水下來 中下游本身都經常發生洪水或者災難 所以說建三派一定可以防洪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所以現在的整條長江流域 無論是上游好 中游好 下游好 都同時出現大水 都同時出現大水的時候 你沒有錯 三核是可以截到上游來的洪風 但是並沒有解決到中下游的那個 但是我們沒有解決到 就算是很嚴重的 所謂的那些是很嚴重的 但是它是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他們都說 但是我們我們用這個 中下游的一些下游的下游的下游 我們用這個做生防流的下游 它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 我們要把它装給大小錢 我們把財富起來 這個адцate一個世界 就是那些人放下游的下游 那就是那些浮力 因為它有一個落差 就是那個落差是一百多米 那個落差是一個很大的水電的資源 大家看到就是 李鵬是做電力的 李鵬是壟斷了這個電力系統的 所以李鵬是很熱衷於搞三合的 李鵬之外 據我所知 李鵬那一屆的領導人 都不是這麼多人同意搞三合 所以三合展彩的時候 就是三合大霸落成去展彩的時候 不是很多領導人去出議 就只有李鵬他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很猶豫 就是很多科學的數據都猶豫 不就有壓力的 這個才能報道 你不 对 這個才能報道 Awaita 還是慘了冼 sisters 名牌的話 每年цы都不會 194 一 年六 年 所以這些 最遭ae 還有ron Gate 都可能不便了 就是你 很多詞 都不介意 怎麼樣 只是你 最BE 所以worlty的員工 但是這個 這個 在第二個洪風過了之後呢 好像三合的負責人出來說 沒事的 沒事的 即使打核彈 就算是在這個洪風過了之後 現在的這個洪風過了之後 然後 那還在這個洪風過了 我覺得這張洪風過了 六個洪風過了 因為中共這在這裏有什麼海外的華為 這個洪風過了之後 因為它們號 babe fera補這個洪風過了 它們會有重新的洪風過了 而它們會有重新的洪風過了 它說是可以防止一千年一遇的大水 你看到它慢慢調低那個什麼 從一千年一遇調低到八年一遇 然後調低到建國以來最大洪風 你看防洪的能力 中共自己都不斷調低 對三峽的信任度 這個時候 你就可見得 大家對三峽 真是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有個水利專家叫黃萬里 他當時因為反對建這個三門峽水庫 他當時反對建三門峽水庫 就是被毛澤東批判 然後做了右派、大右派 很多年都是帶著右派的帽子 就是沒有辦法自己翻身的 但是問題就是他的預料完全是中了 他當時反對建三門峽的原因就是說 沙門峽很快就會報廢 因為那個黃河的沙量太大了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好的方法去排沙 他當時就把他當成右派來打擊 但是實際上 三門峽就真是如他所言了 就是報廢了一半左右 所以就是說中共 那個山口纏上就恢徒 我們租泗 撿幫他們賃 因此在唯論 軍事國家一搶 приш一勝 然後 Ged算過搞 掌握都還是很皮毛 所以他現在才在安徽裡要說 什麼要尊重大自然等等 但是已經是太遲了 中共就是因為 以這種人定勝天的說法 導致中國產生了很多災難 好的 多謝陳翔今天 彼此為止 你驚訝 你驚訝